大家好,欢迎收听升旗翼普通话频道。 人大政协两会正式开幕。 其实在三十多年以来一直有一个惯例, 就是国务院的总理在会后会举行记者招待会。 总结一下和回答记者的提问。 但是这次竟然取消。 说在今年人大会议闭幕之后, 国务院总理李强不会再开这个记者会, 而且以后也不会再举行。 这次在大陆引起很大的回响。 首先是李强的地位进一步下降。 李克强做了十年总理, 已经被人说成是地位最低, 权力最小的总理。 但是李强基本上就是一个废总理, 而且还不是废总理那么简单。 严格来说他只是习近平一个家丁。 有内地的网友上传了一段短片, 内容是朱元昌废宰相胡维庸。 皇帝为什么要有宰相? 因为宰相就好像总理一样, 就是管理国家的行政, 帮助皇帝分担工作。 但是在明朝的时候, 皇帝跟宰相之间却出现了权力斗争。 皇权大还是乡权大? 这个问题有很大的争议。 当然, 内地的朋友用这个来比喻, 这次李强被剥夺记者会。 实际上我觉得不合适。 第一, 习近平不是皇帝。 第二, 总理也不是丞相宰相, 在文革之后打倒四人帮。 邓小平掌权之后, 实际上中共当时奉行的是集体领导。 不是邓小平一个人说了算, 当时还有陈云, 李先念, 杨尚坤, 王震, 薄一波, 彭真等等。 那时候很多元老还健在。 当时邓小平的地位比彭真, 薄一波, 李先念, 陈云等人高一点。 其实他跟陈云差不多。 陈云甚至可以跟邓小平平起平坐。 所以大家是集体领导。 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但是现在的习近平就不同了。 现在真的是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 所有人都是他的家丁护院。 蔡奇是他的总管。 其他常委实际上都是他的家丁。 所以这次很明显, 李强不只是地位降到最低。 就连记者招待会也不让他开。 大家最记得李克强生前的记者招待会。 他爆出了中国还有6亿人 每个月收入1000元人民币以下。 他一说出来之后, 其实就等于是变相戳穿了习近平的谎言。 习近平说已经全面小康, 全面脱贫了。 结果总理说不是的。 我们还有6亿人收少于1000元。 月入少于1000元根本就是在贫穷线底下。 已经是接近赤贫了。 以前的共产党, 就像习近平还会搞一些行事。 就是说还会装一下。 但是这一次直接不装了。 我认为他已经到了觉得不再需要跟你做任何妥协, 或者是假装什么。 之后有可能就直接称帝算了。 跟袁世凯一样称帝。 让大家三呼万岁算了。 反正现在在党内已经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挑战他。 甚至可以像北韩那样搞家天下。 把私生子全部也都捧出来。 全部都安进政治局。 每一次开会都让他们列席。 每一次政治局常委开会他们都有份。 还不如这样直接了当。 之前彭丽媛会进入政治局已经传了很久。 这次两会却没有这样的消息传出来。 两会的人大比较重要。 政协不会讲这些东西。 纯粹只是花瓶。 但是人大偶尔有一些重要的公布。 而这次的第十四届第二次大会的人大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传出。 所以李强的位置其实已经是可有可无。 说出来真的很悲哀。 回头来说总理的会后记者会。 这个记者会其实是由1993年开始。 当时的总理是李鹏。 因为每一次人大会议闭幕之后, 中共总理都会举行中外记者会。 向外国展示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情况。 以及回答外国记者的提问。 这个形式慢慢变成了常态。 也是两会期间的一个亮点。 实际上, 我们早在两三天就跟大家说。 习近平在两会之前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 而政治局会议的头等任务就是要学习习近平思想。 但是他对经济只字不提。 当然在会议里面很可能会提其他事情。 但是对他来说, 最重要的是要告诉大家, 一定要讲习近平思想。 大家要学习的就是习近平思想。 所以中共真的是要出大事了。 因为他已经告诉了大家, 他对经济是完全不重视。 无所谓。 最重要的是要保住习近平的政权。 习近平的政权就是一切, 比党还重要。 有人问党大还是法大? 答案是习大。 党合法都是小事。 无所谓。 欢迎, 听众们。 今天, 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 聚焦一款备受瞩目的VPN Surfshark。 在众多VPN中, Surfshark以其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 但真正的问题是, 它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 现在, 让我们谈谈功能。 Surfshark迎合VPN新手和老手。 具有异于导航的界面, 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 同时保持高速连接。 突出的功能是什么? Surfshark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 连接无线数量的设备。 不需要多个订阅, 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VPN解决方案。 安全至关重要。 Surfshark采用256位加密, 几乎无法破解。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严格的无日之政策, 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 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 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 Surfshark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 仅有5%的速度下降。 它是您快速下载, 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保证。 当然, 它不开会也有可能是另一个原因, 就是免得被记者提问。 因为肯定有记者会问, 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那么差, 西方记者会有很多问题, 他们的供应链转移到了越南、 印度、 甚至是印尼。 你们有什么看法? 房地产企业爆雷。 你们有没有想办法帮他们还债? 有很多楼盘都烂尾了。 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民企大规模倒闭, 失业的人口越来越多, 外资也撤离, 外资记录中国的数字也创了新低, 甚至出现净流出, 负增长, 还有人口老化的问题。 这些问题他要如何去回答中外记者? 现在习近平当然已经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而是以个人权位为中心。 现在大陆出现了一个情况, 就是有人特意把以前朱镕基出席中外记者会的片段找出来上传。 还有一个是温家宝。 但是这两段影片和相片网上很快就被网警删除了。 所以他们分明就是要告诉大家, 你们不用多说, 说也没有用。 上传朱镕基和温家宝会被删除。 于是就有网友上传了朱元璋。 大陆拍了一部朱元璋的电视剧, 由胡军主演。 现在人们就把胡军版本的朱元璋上传, 说他要废宰相。 然后下面的人就劝他。 他就说我没有能力吗? 我没有能力统领吗? 结果当然下面的大臣不敢反驳。 没错,你是有能力。 问题是你的子女未必有。 当然, 宰相在古代是必须要的。 因为皇帝不可能兼顾太多的事情。 在明朝废了宰相之后, 皇帝就要多做了很多事情。 结果轮到他的孙子只登基了十个月就嘎屁了。 之后的皇帝每一个都很短命。 可能是工作量太大, 加上晚上又要运动。 所以明朝的皇帝大部分都是三十多岁就去见了阎王。 只有两个活得比较久。 最长命的应该是万历和佳境。 朱元璋之后最长命的这两个。 其他个个都是死于壮年。 所以很凄凉。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短命。 这一回习近平不装了。 懒得掩饰了。 李强就是我的家丁。 我的马仔。 怎么样? 现在你们是不是不满意? 没有人会不满意。 也没有办法。 因为大家都知道。 所以现在的总理其实跟做太监没有区别。 身边全部都是太监。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T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